冰箱的故障判别方法 电冰箱出现故障 首先要判别是哪里出现的故障 然后找到故障原因 进而将故障排除 对于电冰箱故障的判别 我们首先采用观察法 观察时 首先要检查冰箱的整体外部 看是否有磕碰或损坏的地方 看冰箱的门封是否严谨 然后看管路系统是否有泄漏情况 在冰箱正常工作时 制冷剂和少量的冷冻机油 同时在管路中流动 由于制冷剂的渗透性较强 管路中一旦有泄漏 容易出现油污的现象 渗漏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不当 或者制冷系统长时间内外腐蚀而造成的 另外 制造工艺和材料的自身缺陷 也可以导致管路的泄漏 这也是冰箱常见的故障之一 一般 发生泄漏的部位 常出现在焊接处 如工艺管的封口处 排气管和回气管的连接处 以及干燥过滤器两端的连接处 另外 比较常见的泄漏部位 还经常出现在蒸发器 检测管路系统有无泄漏时 可以用一张干净的白纸 在容易出现泄漏的部位进行擦拭 看有无沾染油汁 我们来演示一下 检查工艺管的封口处 检查排气管的出口处 检查回气管的接口处 检查干燥过滤器的两端 看纸上 有无油资 如果出现了油污 说明该处有泄漏 要进行捕漏维修 上述方法 对检查质冷管路连接处 有无泄漏十分有效 对于质冷部件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观察 来初步判断 该气件是否良好 这是回气管 低温低压的制冷剂气体 从蒸发器出来 经回气管返回到压缩机 在正常情况下 回气管不能有结霜或滴水的情况 如果回气管有滴水或结霜的情况出现 说明制冷剂冲住过量 这时需要放掉多余的制冷剂 下面我们看干燥过滤器 干燥过滤器是连接在冷凝器和毛细管之间的 柱形元件 它主要起干燥水分和过滤杂质的作用 如果观察过滤器 周围有结霜 则表明干燥过滤器堵塞 一般多为脏堵 需要重新更换新的干燥过滤器 另外 打开冰箱门 如果照明灯不亮 检查照明灯泡 若照明灯泡良好 或更换新的灯泡后 开门仍然不亮 说明门开关有故障 应仔细检查门开关 对于上述故障现象 我们通过观察 就可以大体确定故障 故障的发声部位 因此 在进行故障判别时 首先要仔细观察 在观察的同时 我们还可以用 耳朵仔细倾听 冰箱工作时 所发出的声响 很多时候 也可以发现故障的线索 例如 冰箱在正常制冷情况下 由于制冷剂 要在制冷管路中流动 因此 会有气流声 或水流声发出 请听一下 这是正常制冷时 管路中发出的流水声 或气流声 如果制冷不凉 可以听一下 无这样的水流声 需要强调的是 这应该在压缩机运行的情况下 如果听不到水流声 说明管路中 有堵塞现象 堵塞现象 有脏堵和冰毒两种 一般 一般 发生堵塞的部位 通常在 干燥过滤器 和毛细管处 脏堵 是由于制冷系统 零部件中 有杂质和污物造成的 冰堵 是制冷管路中的水分造成的 维修时 需要进行排堵 或更换部件的操作 毛细管的出口处 是最容易发生冰堵的部位 处理时 需要用电热吹风 吹该处部位 另外 通过听压缩机运转时的声音 也可以大体判别 压缩机是否工作正常 压缩机在正常工作时 应有比较小的嗡嗡声 可以听一下 这种声音是正常的 若没有嗡嗡声 说明压缩机没有启动 这时 应检查 压缩机的启动控制回落 如果出现强烈的嗡嗡声 这说明压缩机通电后 但没有启动 这可能是压缩机卡钢 或者抱轴 卡钢和抱轴 通常是由于运滑不凉 油路堵塞所致 这种情况 常出现在冬季 长时间不用的情况下 另外 压缩机内缺少冷冻油 或者有金属屑 也会造成压缩机卡钢的故障 如果听到压缩机内 有异常的金属撞击声 这是吊黄脱落 撞击外跳的声音 遇到这种情况 要马上贴断电源 如果压缩机出现 塌塌的响声 这通常是由于压缩机启动电路 保护器 10通 10段造成的 电压低 或者保护器有故障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由于冰箱是制冷电器 所以用手直接感觉各部分的温度 也是一种判别故障的好方法 一般 压缩机在正常运转过程中 表面的温度可以达到100度左右 用手小心触摸 应有明显的烫手感觉 如果怀疑压缩机故障 听运转声音 但并不能肯定时 可以通过感觉压缩机表面的温度 来进一步确定压缩机是否良好 如果压缩机温度过低 则证明压缩机工作不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 触摸压缩机表面时 一定要注意 动作要迅速 以免造成烫伤 除此之外 冰箱在通电20到30分钟之后 制冷系统的各部位 温度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所以用手触摸各部件的温度时 也可以有效地判别出故障的部位 在用手感应各部分温度时 建议首先可以用手触摸干燥过滤器的温度 通常通过对干燥过滤器的温度感知 就大体可以知道冰箱的性能 冰箱在正常工作时 干燥过滤器的温度应略高于人体的温度 用手触摸 感应到温热 如果温度过低 说明制冷系统不良 有堵塞现象 如果干燥过滤器表面温度过高 则说明制冷管路中的制冷剂过多 需将多余的制冷剂排出 接下来摸回气管的温度 正常工作时 回气管的温度较低 用手触摸 应该有冰凉的感觉 但要注意 回气管温度虽然低 但不应出现结霜或滴水的情况 如果出现结霜或滴水 则可确定制制冷剂冲注过量 相反 用手触摸排气管的温度 在正常情况下 排气管的温度应比较高 大约在60度左右 如果用手触摸 如果用手摸 应有明显的感觉 继续摸冷凝器表面的温度 正常情况下 冷凝器入口处温度较高 出口处温度较低 它的温度 是由入口处向出口处逐渐地递减的 也就是从这个方向 向这个方向逐次降低 触摸时应有明显的温差 如果冷凝器温度没有变化 或者不发热 说明制冷系统有泄漏 堵塞或者压缩机不工作等故障 下面我们打开冰箱冷冻式的箱门 在正常制冷情况下 冷冻室内应有结霜 因此用手抹擦 结霜不会轻易被擦掉 如果用手抹擦 结霜很轻易的就被擦去 我们叫这种结霜为虚霜 这主要是由于制冷剂冲入过多所致 需要放掉多余的制冷剂 另外 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将手沾上水后 再用手抹擦蒸发器 应该有被粘连的感觉 如果结霜不满 可能是制冷剂有泄漏 如果根本不结霜 则可能是毛细管有堵塞 或者脏堵 或者冰堵的现象 而对于 在自动除霜电路的冰箱来说 如果总有出现结冰 则说明化霜电路可能存在故障 则说明化霜电路可能存在